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情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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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公平 要公平 身份证 身份证 要感事 要感事 大陆配偶们今天特别从高雄北上向立委王玉仁陈情 要求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除了将申请身份证时间由六年改为四年 也希望能与新移民配偶享受平等的权利 我知道我们大陆配偶的这个话题是非常的敏感 那可能是因为两岸政治的因素 所以导致我们大陆配偶在台湾很多很多的法律上面的限制 我们同样是被称之为外籍配偶 为什么东南亚国家或者其他国家的配偶 四年就可以拿到身份证 而我们大陆配偶年底下 天豪六年对我们来讲还是非常的久 炎热的天气下外籍配偶不惜穿上新娘衣上演行动剧 大陆新娘嫁到台湾却处处受到歧视 向官方要求基本权力却置之不理 演出非常生动与逼真 立委王玉仁接下诚心书也承诺将在下个会期讨论修改相关条例 呼吁人权平等不分国籍 很多来自于东南亚国家的新住民 他们基本上也是四年就被拿到来申请国家中国民国付给 那为什么唯独来自于大陆的配偶要六年呢 这个东西是可以讨论的 台湾请巴基的郭根卢采访报道